首先請登記第一位的黃國昌委員諮詢 請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部長跟主委 兩位長官請 黃偉你好 部長好 主委好 我們今天修這個證券交易稅條例 我相信你們會 已經一個停徵七年的證交稅 針對公司債的部分 會繼續延長想要停徵十年 那主要是考慮到 目前工資債 我看 他的整個殖利率 非常的低 所以你算上千分之一的 Transaction Cost 會讓他的流動性 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我不曉得我這樣子 解讀部長跟主委是不是都贊成 贊成 應該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的焦點就是說 這個千分之一的Transaction Cost 相對於我們目前這麼低的公司債的利率 它造成的障礙 到底會有多高 你們今天提出來的書面資料裡面 說 停徵了以後 債券市場 無論是公司債或金融債的發行 與而有顯著的成長 對於企業籌資 有確有實益 但是我必須要 跟部長還有主委 交換意見的事情是說 對於行政部門 在有關於減免稅真 或停徵稅真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成本效益 的分析 我希望能夠更具體一點 因為你這樣子 送到立法院裡面來的書面報告 只有短短的 這樣子一種 非常conclusive的remark 具體的數字通通都沒有 那可能跟我們在 上個禮拜 才送出委員會的 有關於 有關於那個納稅義務者 納稅權利人保 保護法的規範意志 也不是相符 那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按照你們的估計啊 如果附贈的話 對於整個公司在市場 造成具體的 這個數字的impact到底有多大 這個資料現在手上有沒有 我想這個根據金管會的評估 那假定恢復課稅的時候 當然或許正邀稅 可以課到10億多 另外其他相關的營業稅 所得稅 這個印花稅 大概課到74億84億多 但是呢 假如今天 我們呢 繼續停徵的話呢 證交稅當然是0沒有錯 不過呢 有關於 營業稅 所得稅 印花稅那部分呢 可以到90.8億 對啦 部長 您說的這些內容 我無意要反駁你啊 但是我剛剛要講的一個最基本的重點是 今天在審這個法案的時候 這些基本的評估跟數字 是不是財政部跟金管會應該要提交給本委員會啊 有這部分 這個書面報告不應該只有這些形容詞吧 是 那我想這部分我們會把這個金管會的稅事實質評估報告啦 我們送給委員會 謝謝 不是只有送給我啦 不是送給委員會 對啦 我是說這個是一個最基本 我們在審法案的時候 行政部門推出法案 這是一個基本負責任的態度嘛 是 我這樣子要求應該沒有太過分吧 沒有 上一次齁 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啊 針對股價類企貨契約 我們把他的稅從十萬分之四 降到十萬分之二 那那個時候的財政部長 張勝和張部長說 降稅可以提升他的量 不會有稅損 那當然他那個時候啊 這樣子的講法 我看了整個立法院裡面 各個委員的發言 有人贊成 有人完全是 不以為然 大力的抨擊 但是你實際上面看 從2013年 他時針的數額 2669191千元 然後到第二年的時候 又往上什麼 又往上到了28億6千1百萬 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37億8千3百萬元 所以實際上面 張勝和部長那個時候的評估是對的 我的意思是說齁 當你們在推像這樣的政策的時候 拿過去可能可以相類比的一些例子 把它拿出來 用很具體的數字啊 來說服社會大眾 來說服國人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在討論有關於稅制改革的時候 才能夠在有堅實證據的基礎上 理性的來加以討論 理性的來加以討論 這個是我對於接下來財政部或者是金管會 你們在有關於股票市場上面 到底要不要瞌睡 到底要不要降稅 到底要不要停徵 各方面在提出政策的時候啊 我的期待 那我今天要問另外一個問題啊 是說在前一陣子的媒體 你們好像有透過媒體放出消息啊 說當沖的部分啊 打算要降稅 就當沖的部分 當沖額不要另外磕 那或者是直接把它調降成千分之一 那目前這個政策立場 是不是還有繼續在延續 來我們先請金管會 因為主委這個話是你對外面講的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五 我們一批同仁到財政部去 跟部長和財政部的同仁一起會面 這個意義我是覺得說 兩個部會各級的同仁能齊聚一堂 然後非常公開而且坦誠的交換意見 這個是對以後兩個部會工作的協調 不是啊 主委不好意思啊 我無意打斷你的話 我每次問你的話 我都希望你要諒解我們委員時間有限啊 我在問你的是政策是不是有在繼續推 你在跟我講的是你跟財政部兩個兄弟之情 不要這樣子簽啊 這樣簽太遠了 這個政策金管會是不是要繼續推 繼續要推 那財政部好像有不一樣的看法 部長您對於金管會要推的這個政策 您的立場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是這個議題啊 可以好好的審慎評估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因為任何一個減稅措施也好 一定要看看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目前以財政部來講 部長您說要再繼續的審慎評估 就代表是說目前這一件事情啊 財政部還沒有任何特定的立場就對了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這個金管會提出這種政策出來 那我們認為啦 或許應該是對於整個交易量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你提到減稅的時候啦 當然我們以財政部主管機關的立場來看 當然我們要再評估一下 主委 來我繼續請教主委喔 你看我們現在當日衝銷交易 總賣出成交金額佔市場的比重 大概已經到了10%了啦 那按照你們自己的規劃 覺得說當沖的量 你為了要去沖那個量出來 要佔百分之幾 你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有人說喔 當沖啊 除了鼓勵炒短線之外 事實上啊 你還在創造一個假象 什麼假象啊 就是股票市場很活絡的假象 但是事實上什麼 但是事實上都是同一個人 自己買又自己賣 自己買又自己賣 這樣子虛胖的假象的創造有意義嗎 主委 我們覺得這應該 我們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尤其在目前這個股市這麼低迷的時候 希望有一些做事來激勵我們的投資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透過當沖去沖出來的量 有人說這個是鼓勵炒作短線 有人說這個是虛胖的交易量 只是打腫臉沖胖子啊 那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自己在證券市場當中 那個投資的標的 它本身的競爭力跟吸引力如何嘛 那你透過用一種降稅的方式來刺激量 我會覺得這個可能都是治標不治本啊 的工作 我下一個問題啊 問得更具體啊 就是 你們現在 對媒體放的消息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當沖採擦額稅 一個是直接降到千分之一 目前的方向是什麼 是這兩個都不排除 還是這兩個 你會選擇其中一個 那個要降千分之一是 那個在建公會提的意見 那這一部分啊 要怎麼降 我們跟財政部都有討論 那這個事實上 還牽涉到修法 那就有很多行政作業還要繼續做 對 所以你講了半天 你完全沒有回答 我的問題主委你聽得出來嗎 這當然要修無法 最後還是要送到這裡來啊 但是你們已經在 外面對媒體放消息了 你自己本人也有受訪啊 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方向 你是要在插額課稅 還是要降到千分之一 還是連金管會到目前為止都沒訂見 這個我們也事實上是有共識 但是就目前 你們的共識是什麼 就是應該要調降 對 那是採取一還是採取二 那兩個都可以來考量 對啊 我的老天啊 所以你兩個是要兼採嗎 還是你要採一還是要採二 主委我的問題有這麼難理解嗎 不是 因為假使說一下子就講到0.1 那這個 那可以不可以1.5或 澳拉 這個都是可以研究的 所以啊 你剛跟我打太極拳打了半天 總而言之就是 調降是方向 但是具體的內容 金管會目前為止 還沒有具體的版本 我這樣說對不對 我們就把三方面的意見 通通送給財政部 來 請一下部長 假設啦齁 是當中採插而課稅 跟降到千分之一 站在財政部的立場 會喜歡哪一個方向 假如兩個一定要選擇其一的話呢 因為採插而課稅 因為目前我們證交稅啦 性質啦 事實於要賣出金額來課稅 它沒有什麼 是 金額的概念 因為金額有點是正所稅那個 減掉成本的概念啦 部長你說的沒錯 所以你會傾向於應該是朝向二的方向 如果啦 真的要往這個方向的話 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確定那個是第二 但是我們會朝那個方向去評估 好 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謝謝部長 也謝謝主委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吳秉睿委委員 致選